萨普朗尼科 耶夫根尼 来看一下平衡末的比赛 帕普洛瓦·安娜 俄罗斯选手 挺身前空翻马上接一个侧空翻战目 这侧空翻要求身体侧的要早 如果晚的话要算一个单腿的前空翻了 刚才这两个都是地组 然后马上做奥姆良齐科也是一个地组 这样是1.2的难度价值了 做这个四叉接一个杨截环跳 C加D 0.1的连接价值 好的 两个小贩接一个肢体通话战目 这串的难度价值达到了1.1了 当然有一个B组是重复 那么这个是0.9 原地单腿力转360度 在一套女子平衡末的比赛里面 要有一个单腿力转动作 这个动作要算在10个动作以内 好的 科尔波特360度 这个动作的技术关键就是 获得支撑以后的缓冲下落阶段 是它的技术的关键 下方这个剑的剑十几后 我们转你900度下 下方这个地图有点刺 它这条动作完成得非常干净 那么出现特别大的错误 安娜帕弗洛瓦 他的这套难度价值估计是5.9左右 5.9左右 帕洛瓦对自己的完成的这套动作 也是比较的满意 估计是5.9左右 难度价值并不是很高